距今约五千余年的江湛遗址,出土了一套会写工具,有石垫、垫盖、磨棒、陶碑色一件,以及数块黑色颜料。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一套会写工具。 江湛遗址是中国黄河中游,以仰韶文化为主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仰韶文化的彩陶器物,构图精巧合理,文采绚丽多变,与优美的造型相结合,成为中国原始艺术创作的点感。 仰韶文化彩陶上的美丽涂汉,是用什么颜料绘制的呢? 经中国科学院归孙岩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认为以其能经较高渺温,因此它是一种矿物,而不是有机碳作物。 江湛遗址是氧化蒙,三氧化二铁。 这些矿物质颜料,也就是古书上常说到的那种石墨。 除此之外,东晋王家撰写的《石仪记》上记载有, 各一种树枝有颜色的树,以其枝充墨,这可是为植物墨。 在古代,也有以乌贼排出的墨叶为墨的。 文房复谱上就记载有,乌贼于腹中有墨,经做好墨用之。 这可是为动物墨,植物墨,以及上面说到的矿物墨,都是属于天然墨。 天然墨是人们早期使用的墨料。 由于天然墨的墨制较畅,随着社会及文化的进步与发展, 促使人们研制质地更好,又可大量生产的人工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关于墨的请言 明代朱长方《树谷书法窜》上说 梦仪使至墨,自从黑土没烟所成,土之类也。 明代罗奇物元上说 行仪作墨,使咒使墨疏于墨。 使咒是周勋王时的太史。 因此,可知行仪也应识那时的人。 不过,此说法只是一种传说, 还没有考古实物作为证据。 礼记上记载,使定墨,正旋柱,墨照彻也。 古代称占卜为赵,彻是稍古裂纹。 合起来是说,古代用甲骨占卜, 是先以墨书写在龟甲或牛甲骨封, 再进行弃课。 既以火烧灼,关其裂痕,以定胸疾。 先以墨书写在龟甲,也就是所说的墨龟。 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殷墟,出土过许多甲骨。 从对甲骨上一些残留墨料的化验得知, 其中红色的是朱砂,黑色的是碳素单质。 碳素也是现代墨的基本原料。 从以上文献的记载, 以及一些出土的物件上色迹来看, 早在三千多年前的阴代, 乌习们就用墨及朱砂等来书写文字了。 墨的起源,至少应在三千多年以前。 关于早期人工饿的事故, 近年来陆续已有发现。 1975年,在湖北省去梦县税虎地的秦墨中, 出土有墨块及研墨工具。 墨呈顽状,直径2.1厘米,长1.2厘米。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人工墨, 距今已有2200多年。 经过研究, 瓶墨是用松烟与粘合剂泛活制成的。 早期人工墨的主要成分多为松烟。 松烟是将松枝经过不充分燃烧制的。 联合剂,最早是用露胶,米胶,以后也用牛胶。 勤勿出土的墨块呈丸状, 看来是手工捏制而成。 由于墨丸快体碎小, 使用时需将墨丸放置在烟石上, 用岩石压磨。 所以,早期的燕不有岩石。 至于以后用墨的方法是不同的。 由于这块瓶墨是以松烟为原料, 用动物胶棉盒并制成一定形状。 可以说, 它已是人工墨的雏形。 到了汉代, 墨在制作上已有了教导进步。 制墨叶已经初聚规模了, 出现了许多明墨产地与制墨名像。 在明墨产地中, 最著名的是今天的陕西青阳一代。 因为这一代属于秦岭山岸, 自古就生长茉密的金银。 由于树林独老, 枝条中有枝寒敏干, 苏产世纪及烧天之墨。 这一地区所产之墨, 因为原料上成, 制作金粮, 当时已成为墨中家庭。 汉官笛中, 有上书令, 胡、 成、 狼、 月 赐大墨景美, 小墨景美的地带。 文房寺谱上说, 汉代黄太子初代, 给三墨祝养。 这些说明了在汉代千阳离带所产之墨, 已经成为官府部门行政办事的必要性, 甚至还作为皇家的赏资本。 从记载上还可以知道, 当时的墨已有了大梅小梅的区分, 并已出现了全家三道的高档墨。 随着质墨业的发展, 当时也出现了一些明墨宫, 如明代马三恒所著的墨志上, 就记载有田尊等人。 汉代人工墨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 但是生产规模不大, 天然卧仁债较大不利。 文房寺谱上记载, 陆世龙与兄爷, 一日上风台, 得陶宫藏食末数十万斤, 交送二罗。 陆世龙即陆云, 其兄陆姬, 四是恒。 二人同为西晋文学家, 时称二路。 文中的三台, 是指汉建安十五年, 曹操在叶城所建的 红雀台, 金虎台, 冰景台, 并在冰景台 藏出大量石墨。 北魏地理学家 历道元, 在水晶柱上 对此更有详细地带。 解读同学台, 北约冰景台, 高八尺, 有屋一百四十间, 上游冰市树井, 仅升十五丈, 藏冰及石墨也, 石墨可书。 人工墨的最初形状 是粉状, 使用时将以调活。 汉代许盛 在说文解字上说, 若书墨也, 从虎从非。 说明早期墨 是图等状的, 随着制作与使用上的变化, 墨形也有所改变。 琴墨和汉墨 已有丸状、 螺状, 需用岩石压膜。 但是, 有的汉墨中, 又有两头精细, 中间略粗, 或字形状的墨出去。 其表面还有一手团缓的痕迹, 这种墨可以直过研磨, 便于使用。 这说明, 当时已经开始出现 直接研磨的墨。 在一段时间里, 使用岩石与直接直过研磨 两种形式同时并存, 重叠出现。 以后, 岩石才逐渐消失。 随着历史的发展, 墨形越来越丰富多彩, 更加多样化与艺术化, 明天时达到极致。 在中国致墨史上, 汉代是一个转折时期。 这时期, 东阉墨大量出现, 为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致墨叶的发展, 更定了基础。 墨经中说, 松烟知至上。 说明松烟墨在汉代 已经广泛使用。 稍后的胃、桥植也有试语。 墨出清松烟, 抵出脚铺汉。 松烟所致之墨, 却黑、却气、 却默。 在游墨出现之前, 松烟是中国仍兵致墨的专家。 三国时代的维旦, 不仅是致笔名手, 同时也是致墨专家。 当时皇帝用维旦提写榜额, 但是宫中所供笔墨, 他认为都不合用。 他说, 书法家蔡英, 是没有好的纸, 就不忘下笔。 维旦, 也是认为, 要写好字, 必须有好的笔墨。 他说, 以张之质的笔, 左伯造的纸, 以及他自己质的墨, 方可写出好字。 维旦不仅善致笔墨, 而且还能将他自己的致墨心得, 与前人致墨经验, 总结成理论和墨法。 这是古代致墨方法与技术的理论总结。 维旦是中国文房自保史上的重要质笔质墨的论家, 于坤一家。 由于维旦质墨有名, 后世称其为墨的发明者, 称其为质墨的识。 当时的书画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 给此相订, 制墨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当时, 用墨已经相当普遍, 就连人们往来窥墨, 胆胆活动也大量用墨。 以墨相近, 以墨随动已成为时尚。 南北朝时期, 中国北方的制墨也发展迅速。 河北省避水如玉, 盛产丰沫, 用墨是当时的明墨。 关于益墨, 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益州当时在北齐小区, 而且离都城业地不远, 对于写错字和书写水平差的军手, 当时北齐政府的处罚证实, 可益墨一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太福美济及上古墨336万。 上古墨就是益州墨, 唐代还曾在益州设立墨物观。 当时除益州地区之外, 鹿州等地也兴起了至墨业。 历史上, 地墨与陆墨可以并称。 关于陆墨, 早在南朝, 著名文学家江淹, 在《善上采话附中》就说,"本则南阳千则, 墨则上当风心。 风心是指松烟墨, 这是称颂南阳颜料, 杜猪等墨。 在唐代, 著名的诗人在诗中对陆墨的赞扬就更多了。 如著名诗人李白, 在《愁张司马赠墨》一诗中说,"上党碧松烟, 《尼陵丹丹沙墨》, 《蓝舍宁争墨》, 金光奈堪多。 今日赠于蓝亭去, 新来洒笔惠基山。 从仇诗中可以看出, 李白获赠的是汽宁蓝舍, 名多金光的陆墨。 想到以后可以新来洒笔, 心情是多么高兴喜悦。 唐代另一著名诗人李乔在《默诗》中说," 长安分时叹, 上党结封心, 绕化迎出落, 寒墨寿更深。 悲思光一染, 别宿采环城。 别有张之雪, 书池信建林。 这首诗歌的意思是说, 长安地区的石探, 上党一代的松木都可以置墨。 画纸上的墨点, 望似轻盈停落, 含有墨思的寿袋, 更显黑泽。 深思琢磨, 容易染而且深光。 素白痴眷墨水采也更尊明。 从众多诗人对陆末的赞许颂扬, 可知昔日陆末的辉煌。 唐代枝墨叶一直繁荣, 直到唐墨仍有许多智墨名家, 智墨技术也在改进。 墨史上记载, 王军德者唐墨人, 所致之墨或有德者, 视为家宝也。 说明他制的墨是多么受人欢迎。 在制墨方法上, 他导礁用石旧, 导三二千除。 在索佩药剂上也有革新。 唐墨在行制及用途方面也有发展。 宋代墨记上说, 尽于内省任道园江, 见数种古墨, 皆生平未见。 多出玉府所赐, 其家高者有唐高宗时正铺墨一户, 众二金许, 至奸如玉石。 名曰永辉二年正铺墨, 而不住墨宫名氏。 这说明在唐代有一种特形墨, 为皇家御府用来正铺鸭虫, 墨体较大也较重。 墨室中有一条这样的记载, 宋代书法家米福, 以此在京师有名的大象国寺内, 建有巨体玉黑, 高一尺多, 厚二寸。 这种旗帜如碑的巨墨, 是唐代书法家李扬斌, 供奉给宫内文华阁的供墨。 李扬斌擅长传书, 写有翠霞二字, 看来是供奉给宫内作为文房的文王亲共。 从以上记载可以知道, 墨在唐墨已不仅用来书写, 也用于正部, 甚至作为亲共雅物。 说明墨已开始具有更多的功能与用途。 可惜的是, 唐墨食物出土于船室的极少。 唐墨之精良, 从存世的唐人墨迹中就可看出。 如敦煌藏经洞所发现的 不少唐人书写的经卷, 唐代书法家严真卿所写的 《告声帖》、 《记纸稿》、 唐代书法家丁过亭的书谱, 以及唐代诗人杜牧所写的 《张好、套诗并序》等名片。 唐人也勾模了一些前代人的墨迹, 如唐代书法家冯臣素等人 所磨的近代书法家 王羲之的蓝萍絮。 从中也可以看出唐墨的情况。 这些墨迹, 虽然时间已经千年, 看上去人点化清晰, 墨色如新, 浓淡枯湿之处 几乎没有走失的痕迹, 好像刚刚写好 墨迹未干的样子。 唐代诗歌星圣, 其中有许多在墨的诗句, 如师僧奇矣, 有诗诵墨。 真我最寒烟, 携来度几千, 只因真点告, 消得苦磨言。 正色浮端艳, 金光动树剑, 因君强如染, 舍此极忘泉。 又如诗人高氏诗曰, 乞讨真条墨, 焚香及燕鱼等等。 唐墨书唐诗, 唐诗赞唐墨, 各在诗史、墨史上 留下深辉的一章。 唐代后期, 北方一带战乱平凡, 冰凉祸节。 相对来说, 江淮地区比较安定, 致使大量中原人口难移, 谋求生计。 益州至莫名家西超, 携带棋子西庭归等, 举家南壁涉州。 当时, 涉州、宣州以及江南一带, 经济繁荣, 社会安定。 更重要的是, 这里有与溢水地区 相类似的茂密森林。 特别是这一地区的伊山、 孙罗山以及九华山等地之松, 茂密而且适于至末。 因此, 琉璃渡江的西式父子一家, 便在涉地定居下来, 又开始其至末生涯。 西式父子原本在一周就是至末的名家, 技艺高超。 来到涉州以后, 经过积极专研, 改进导烟, 或交配料, 定型等技术, 制出了风机密理, 光泽如漆, 其兼如玉, 其文如兮的家末。 南唐后主李玉, 也是个文学家, 对文房赐宝也很内行。 对西式父子所造之末, 倍加推崇, 爱莫吉人, 敬赐国姓, 从此, 西姓改为李姓, 西钞改称李钞, 西廷归改叫李廷归, 李末名门中, 陈旧最为显著者, 当推李钞, 李廷归父子, 尤其以李廷归最为突出。 李末品精至高, 首先, 设在选料配料上, 如一金松烟要配珍珠三两, 玉血龙脑各一两, 并获已生妻。 莫吉说, 摄州李氏皆用大礁, 若以妻获之, 繁美一金, 以生妻三前, 熟妻二前, 取青之, 投礁中打之, 云获之如法。 在获交时, 亭归首创封赐获入的方法。 莫吉上说, 见亭归一莫, 约成归四获莫, 则之对交之法, 欲于此也。 在莫的配方中, 还别出心裁地加入摄箱, 张脑, 藤黄, 西角, 八豆等等。 如此制出之末, 能够防腐防住, 云香庆人。 书写是流畅不至, 满指一香。 其次, 是制作精细。 如以除导末料来说, 要求导出十万多次。 如此配料精良, 制作精细的亭归末, 自然是优良上品。 宋代书法家蔡香就说, 亭归末为天下第一品。 关于李末的精良, 历史上还有其他一些记载。 相传宋大中降福年间, 有贵族不小心把李廷归末落到池中, 没有去打捞。 一个月后, 在池边喝酒时, 掉下去一件精气, 就叫游泳高手下水打捞, 连末一起打捞上来。 这才发现, 李末虽然经过一个多月的浸泡, 其光色不变, 表里如新, 令人信服地说明了 李末质量的精良。 关于李末, 历史上还留下许多趣事。 如末世记载, 宋人宗晚年内宴群臣, 与大臣们无拘无束地谈笑, 并亲自写了许多幅书法分送给大家。 兴致到了高朝, 并以香药与明末赏赐给群臣。 有一位大臣得到一定李超所致之末, 而太湘得到李廷归所致之末。 太湘看出那位大臣流露出不满足的样子, 并父儿对其敲声说道, 想不想换一下? 因为那位大臣只知道李廷归墨宝贵, 却不知道李超为何人, 自以为不知名的墨, 换廷归明末, 人瞻便宜, 便立即交换了。 等到宴会完毕, 二人骑马从内门出皇宫。 分手时, 太湘在马上忽然出人意料地 对着那位大臣拱手行了一个长衣, 并得意地说道, 你不知道吧, 平归只是李超的儿子。 墨史上还记载, 因为黄庭坚书法很有名, 世上一些爱好者, 常常带来盛满好纸好墨等物品的 古色古香的囊带, 来求换取墨宝。 一日, 苏东坡见到一个井囊, 便伸手探取, 一下得到半挺李承彦的墨, 于是情不自禁急忙夺下。 这说明到了宋代, 李墨存留下来的不多了, 因而苏东坡见到后, 便立刻夺下。 同是酷害李墨, 不同是蔡维巧取, 苏为豪夺, 这是墨林去化。 由于李墨至家, 号量自然很大, 加上皇室挥霍, 到了宋代, 李墨已存胜不多。 墨室说, 至宣和年间, 黄金可得, 李氏之墨不可得。 西室年间皇宫中, 墨已经没有成挺的庭归墨, 当时真是黄金易得, 李墨难求。 庭归本人所致之墨, 虽不可得, 但李墨世家一直从事墨业, 其子孙破得家法, 也致出了有一定质量的墨。 当时摄州宣州地区, 除了李墨世家之外, 还有耿墨世家, 圣墨世家等, 他们致墨得理事法。 可以说, 当时在摄州地区, 已成为基础雄厚, 人才众多的致墨专业区。 为日后灰墨的出现奠定的基础。 灰墨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生产历史。 唐墨和北益州著名墨宫西超, 携子亭归渡江制设。 他们见到黄山脚下遍地是高大而茂密的古松, 便流居藏墨。 他两库新砖研, 改进了炼松霍礁等技艺, 造成了风机逆礼, 光泽如漆的航墨。 得到了南唐后主李玉的赏识。 风亭归为墨无关, 便赐以理性。 从此, 李墨欲满天下。 持有千金亿德, 李墨难求的说法。 逢宣河三言, 即公元一一二一年, 徽宗下旨, 改摄州为徽州, 李墨, 就称徽墨。 明朝, 特别是明朝中叶以后, 经济繁荣。 由于文化艺术的发展, 这时的制墨叶品种上有所增加, 质量上也有所提高。 出现的专业化的制墨作坊 及生产专业区。 制墨叶已大都聚集在徽州地区。 明代沈德福, 在万利野货边上说, 新安人立功至末, 新安是徽州所下地的别称, 包括赦县、修民、济西、物园四个县。 这是说, 在明代, 徽州地区已是家家户户世代制墨。 在制墨流派上, 当时出现社派与修派, 以后又出现物派。 社派墨品, 风格崇尚富丽堂皇, 刻意磨骨。 修派墨品, 风格以质朴取胜, 注重实用, 尤其擅长挤井套墨。 社修两大流派, 虽然墨品不同, 但是兼具特色, 共同奠定了灰墨的基础。 青代以灰墨为代表的植墨叶, 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关于青墨的特色, 恰如清代智墨名家汪洁安, 在《韩仆斋墨品》中所说, 法治之良, 垂炼之静, 金不及古。 而金碧之华, 焉舍之背, 则古不如金。 可谓一语重地, 道出了青墨的特征。 青墨在刑日之完备, 面世之华丽等等方面, 确实超过了前代, 成为至墨史上鼎盛时期。 青代墨家仍然集中在辉州地区, 前期社派居统治地位, 后期修派独占敖头。 雾派也渐有发展。 灰墨夜中, 呈现出三足鼎立之事。 自清初时, 曹素公、 汪静盛、 汪洁安、 胡开文先后崛起, 形成清代墨界的四大名家。 前龙、 即公元1782年, 辉州人胡于德创办胡开文墨殿。 同志光绪两朝是胡开文墨殿的全盛时期。 胡开文的后代还把墨殿分设在长江两岸的许多大中城市, 挂的都是灰州老胡开文的招牌。 影响之大, 横掘墨时。 胡开文墨厂生产的地球墨, 曾经获得1915年的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 其后, 由于战争不断, 还有外国资本和制墨工艺的冲击, 到建国前夕, 只有几家挥墨厂在支撑全面。 1956年, 当地政府把四家墨厂合并为国营设限。 社县老胡开文墨厂, 并于1964年, 恢复了铜油淹没的生产。 1973年, 又恢复了超期淹没的生产。 1982年, 社县挥墨厂更名为 社县老胡开文墨厂。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 目前的社县老胡开文墨厂 获得了新生, 已经成为全国制墨行业的龙头企业。 产品多次在国内外各类评比中获奖。 八九年获得国家资料金奖。 94年获得国际亚太尔会议金奖。 2004年, 我们常比国家受为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 我们设计呢, 就是去年被国家清空联合会和我们中国文皇十八华会, 受为就是中国挥墨之都。 目前我们常常生产的挥墨呢, 就是生产状况呢, 就是现在呢, 就是员工还有140多人, 艺术人老艺人一共有30多个。 这两年生产的挥墨呢, 就随着就是市场经济的发展, 人们艺术的理念的提高, 我们也在不断的开发新产品, 适合古内伪市场的学要。 现在呢, 就是生产的挥墨呢, 除了食用的以外, 同时呢, 就是要生产很多的就是艺术品, 就是可以新产, 又可以食用, 又可以收藏的产品。 今天, 当人们走进社县老胡开文墨场, 便可见到一顶顶风芳扑鼻的挥墨, 在乌光真亮的墨面上, 嵌着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土寒, 把栩栩如生的人物, 风光起立的河山, 艺术地在现在人们面前, 如古墨墨, 群仙柱寿, 棉花图, 黄山图, 和新墨墨, 嫦娥奔月, 暴春图, 千名蝉, 金龟, 梅雀等。 射线老胡开文墨厂产品, 是古老挥墨完美体现, 它的特点是, 颠来清, 磨来清, 香味浓郁, 色泽黑润, 书画自荣, 万载存真。 这取决于芝末的原料, 更是取决于对古老而优秀的传统工艺的继承和发展。 古代智末分八道大的宫序, 分别是造谣, 发火, 取煤, 获迹, 成形, 入灰, 初灰, 和室魔。 老胡开文墨厂的工艺已经有所改进, 分采烟, 货料, 制墨, 料墨, 整理, 填彩, 包装等几道工序。 采烟为制墨的第一道工序, 其后就是货料。 货料是制墨的重要工序, 古往今来都很重视。 墨以胶成形货发材, 胶无定法。 其胶的配比, 因安, 腌料浆制, 制作实令, 销售地区等因素着定。 货胶以后, 将所有的材料, 药物, 香料混合一起搅拌均匀, 并除导到一定程度, 方可制成墨科。 制墨工具有坑炉、墨桌、 横温墨板、 内外模具、 座单、 天平等。 先将墨科在坑炉里横温后起除, 至于墨墩上, 用六磅方锤翻打。 锤打规定术后, 按墨重计量成小科, 在横温板上搓、 纳、 推, 收成墨定式样的墨丸, 放入墨膜。 放置座单下, 以墨工至重压凭正, 挤压后的墨需带冷却定型, 才能脱膜。 这是制墨成员, 这是工农刚刚脱膜的墨。 墨脱膜以后, 看见是很软的, 像个年糕。 它的量干过程, 它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性。 这是脱膜的。 这是模具。 这图案是立体的图案, 生肖。 你看见这一块墨, 是它的一个立体型的生肖肚。 今年不是生肖肚, 生肖肚是明年的。 为什么? 明年的墨, 咱们今年叫制作。 因为墨它有一个练的过程。 这块墨的形成需要有三个月, 或者半年以上。 你看它墨出来是很软的, 很软的, 然后修编。 修编以后, 然后就挑了。 这是图案, 这是模具的图案。 什么图案压出来, 就是什么墨。 这工农们就是通过这, 就是锤打。 因为墨它有号称青椒十万锤, 就是锤的月头, 它的内在结构, 它的细度, 它的密度, 就是越好, 就使用起来, 效果是特好。 纪念准结束, 饭少了不行, 饭多少不行。 这脱膜的时候, 还要需要温柔一点。 古代炙墨入炉灰脱水, 现在以自然晾干为主。 晾墨房保持恒温恒湿, 避免阳光直射。 依据季节时令的变化, 防裂防霉, 保持墨定的内置和外观标准。 晾墨的时间和墨的形状重量有关。 一辆的墨定需六个月的时间, 二辆的需八个月, 越重时间越长。 这是晾墨车间, 就是晾墨的第五道工艺。 因为墨它是很软的, 你看它的声音, 它的硬度, 它已经有一半的程度了。 因为墨它的特点, 风不能吹, 太阳不能晒, 火不能烤, 就需要掌握它的一定的季节, 气温, 湿度, 刚度, 这一块墨如果是刚才作为成品可以出产, 要三个月以上。 就是说墨越大, 它的时间, 它的周转期它就越长。 不同的墨有不同的量法。 量墨的时候就需要有棉质, 因为墨它有, 它是潮湿的, 通过棉质它吸水。 像这墨的形状只能垂直。 这量墨的工艺就需要有一定的行为。 达到一个什么温度, 达到一个什么干超度, 湿度, 这都是凭置墨的很长时间的经验而得出来的。 量墨的过程中, 整理至关重要。 墨定三成干时, 要进行挫边。 五成干时, 要检查平整度。 八成干时, 用纸包风。 其后, 按照墨定大小, 气候情况, 开包负量至全干, 包风入库。 对墨的表面进行处理后, 用胶水, 拌各种高级国化颜料。 铜金粉, 根据墨定的图案和字填彩, 以增加墨定外观美感。 这里是苗镜车间, 就是墨的行程, 按照墨的要求, 按照图案的要求, 按照设计的要求, 它的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酸水, 就是按照图纸设计的要求。 这个工种是个细活, 要有耐心的一个工种。 灰墨由重包装, 铃果和藏, 形式多样。 这是因为防潮, 以保持墨的品质。 另外, 装潢艺术对墨定起烘托作用, 使产品更显典雅, 古朴大方。 这个车间是纸和装潢车间, 装潢车间它主要就是为墨而服务, 它的外表用的是古代的松井, 松井, 绸缎, 零, 都是为这个手工, 产品而制作。 它的用途都比较广泛, 比方说这个墨, 我手上拿这个盒子, 它的外表是有一定的透明度, 可是墨在一个推陈初心, 它有一个正常的价值, 它有一种的光纤的价值, 有礼品的价值。 所以说每一种墨, 每一种的用途, 它的装潢在各个方面都是, 都有它的一个特点, 都有它的一个代表性。 在灰墨的制作中, 还有一道前期工作也很重要, 这就是墨墨。 墨墨是塑造灰墨的模具, 集中体现书法、绘画、 精实雕刻的艺术水平。 墨墨分外墨和内墨, 外墨精称外框, 内墨精称硬板。 墨墨分外墨 墨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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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所伟大的发明之一 通常都把造纸的发明 归功于公元二十级初年的宦官蔡伦 据说是它首先用树皮 马头 拓铺和鱼网 制成第一张植物纤维纸 实际上 在蔡伦前两百年 纸就已经在民间流行 蔡伦只是集民间造纸法的大臣 发展了造纸技术 使纸张得到较为广泛的推广和使用 文字出现以后 中国先民曾利用甲骨晶石济式 晶石笨重 使用起来很不方便 在纸出现之前 竹简 目读 肩膊 是主要的书写材料 竹简 目读十分笨重 所占的空间又很大 写作和阅读都很不便利 肩膊虽然便于书写 但价格昂贵 只有少数皇家贵族才能享用 一般人根本销售不起 西汉初年 政治稳定 思想文化十分活跃 对传播工具的需求旺盛 纸作为新的书写材料 应运而生 从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来看 造纸术的发明 不晚于西汉初年 历史上 关于汉代造纸技术的 文献资料很少 因此难以了解 其完整详细的工艺流程 后人虽然有所推测 也只能作为参考之用 造纸技术环节众多 因此必然有一个 发展和演进的过程 绝非一人之功 它是中国劳动人民 长期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 这其中 蔡伦贡献最为突出 蔡伦自敬重 东汉贵阳人 明帝十八年 即公元七十五年 入宫当宦官 公元九十七年 出任监少府上方令 上方是皇家的手工厂 专门监督制造各种御用器物 那时 造纸数虽然已经发明 由于质量问题 纸张也难登大雅之堂 不少文人雅士 并不看好纸张 采伦看到了纸张 取代简薄的前景 利用上方的有利条件 改革造纸技术 制造了一批质地精良的纸 蔡伦认真总结了前人的经验 他认为 扩大造纸原料的来源 改进造纸技术 提高纸张质量 就可以使纸张为大家接受 采伦首先使用树皮造纸 树皮是比麻类丰富得多的原料 这可以使纸的产量大幅度地提高 树皮中所含的木素 果胶 蛋白质远比麻类高 因此 树皮的脱姜 制姜 要比麻类难度大 这就促使蔡伦改进造纸的技术 西汉时 利用石灰水制姜 东汉时 改用草木灰水制姜 草木灰水 有较大的碱性 有利于提高 制姜的质量 原新元年 即公元105年 凯伦把他在上方制造出来的一批优质纸张 献给汉河帝刘赵 汉河帝很称赞他的才能 马上通令天下才用 这样 蔡伦的造纸方法很快传遍各地 公元114年 蔡伦被封为龙亭猴 民间便把他制作的那种纸 称为菜猴纸 凯伦限制之后 造纸技术和纸张广为流传 只成为竹简 木毒 坚薄的有利竞争者 到了三四世纪 就基本上取代了简薄 成为唯一的书写材料 这就有利地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东晋末年 豪能环旋 把持朝政 公元404年 被静安定 并下令以纸待简 简读文书 从此基本绝技 纸不仅在民间流通 而且成为官方文件的载体 造纸术 首先传入于中国毗邻的朝鲜和越南 公元七世纪 造纸技术经高丽传到日本 其后又传入阿拉伯 欧洲人是通过阿拉伯人了解造纸技术的 最早接触纸和造纸技术的欧洲国家 是一度为阿拉伯人统治的西班牙 到了十七世纪 欧洲各个主要国家都有了自己的造纸业 到十九世纪 中国的造纸术已经传遍五周各国 采伦以后 约两千年的今天 全世界都还沿用他发明的这套造纸生产工艺 其间最大的修改 无非是把手工改成机械 进而把机械操作改成自动控制 至于造纸的基本工艺过程 还是没有离开采伦在东汉发明时确立的模式 因此 泰伦当之无愧地成为 影响中国 以致影响世界的伟大发明家 文房四宝中的会写材料 首先出现的并不是纸 最早的会写材料 可以说是哪些盐壁 桃面 体肤等等 从严格意义上说 这就是专用的会写材料 看来是从甲骨开始的 大约在商周时代 也开始使用竹、木 从春秋战国 直至东汉以后的一段时间 竹简、木简 是中国主要的书写材料 这就是古人说的检测 或者版读 在战国时代 尖伯就开始用作书写绘画材料 墨子有书于竹箔的记载 历史上 甲骨、竹、薄的石户都有出土 但是 毕竟坚贵而减重 影响人们大量使用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 以及教育的发展 需要有更新、更好 更能普及的会写材料 人们在长期实践的过程中 一种新的会写材料 纸便产生了 纸是中国国代四大发明之一 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发展 做出的伟大贡献 关于纸是什么时候 以及由谁发明的问题 长期以来就有不少争论 过去 一直有东汉时期 蔡伦造纸的说法 这在根据东关汉记编写的 后汉书中的蔡伦传中 有所记载 1933年 在新疆罗布泊附近 发现了一片古纸 这就是有名的 罗布纳尔纸 由于同时出土的木简上 有黄龙元年的年号 所以 一般认为 该纸是西汉纸 比蔡伦造纸的时间 即公元105年 要早一个半世纪 以后 又有西安坝桥纸 居岩金冠纸 浮丰中岩纸等的发现 经过测定 这些纸也造于西汉时期 由于这些新发现 关于纸的起源问题 又有了新的观点 但是 蔡伦毕竟完成了造纸术的发明 在当时就被应用 以后并流传到全世界 这是历史的客观存在 在造纸历史上 麻纸 可以说是最早出现的纸 以后 又有以皮 藤 草 竹等 为原料的纸 现之宣纸一词 最早出现于唐代 张艳远 历代名画记 江东地润无成 人多精益 好事加仪至宣纸百福 用法腊枝 以背磨血 这段引文中的江东 是指长江引东之地 即宣州一带 清代魏喜 在日路杂说上说 对玉章岩 和精灵居江南之东 精灵 太平 宁国 广德等地 为江南东地 唐时宣州辖地 相当于 静安徽省长江以南 黄山与九华山以北地区 以及今天的江苏丽水 丽阳地区 由此可知 两处所指大致相同 所以江东 即指宣州 这一地区产纸 有多在宣传集散 所以便称为宣纸 这种宣纸 可视为日后宣纸之滥伤 是广义上的宣纸 由嘉仪至宣纸百福的记载看来 当时 私家被制宣纸 已有一定数量 从用法蜡枝看来 当时宣纸 已经开始加工 说明当时宣纸 也有一定质量 这些都说明 那时宛南地区 已经是纸的重要产区 造纸业已相当发达 据旧堂书 新堂书记载 当时这一地区 所产之纸 都是入朝贡品 造纸业 既已相当发达 从中便可以知道 推支 该地区造纸业 出现的时间 可能会更早 西径灭亡后 中原各种手工业 技艺人员 曾大量南迁 把中原文化 包括先进的造纸技术 带到长江以南地区 很可能就在那时 宛南地区出现了造纸业 人多精益 从而造出可用法纳枝 已被磨写的宣纸 五代十国时期 宣州地区生产出著名的陈兴堂乙 宋陈师道 后山谈从就说 陈清堂 南唐列祖 节度金陵之宴居也 关于陈兴堂旨 宋代太湘 在文房次说中说 离主陈兴堂为第一 其为出江南 池舍二郡 池舍二帝都在宣州地区 只应驻于陈兴堂 故名为陈兴堂旨 舍县志上说 该旨敷如软膜 坚洁如玉 细薄光润 冠于一时 由于名贵 只有宫廷画家才能使作 与金浩 关童 巨然 合称为四大画家的 山水画家董元 时任北院副使 史称董北院 人们凭他的画 是水墨类王为 着色如李思逊 这位著名画家 作画用旨 就是陈兴堂旨 优优狗 陈兴唐纸作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宣纸产品 在南唐父王后散入宋代文人手足 人们一时如获至宝 真相副诗赞颂 如宋代经学家刘长 从宫中得到百福陈兴唐纸 副诗云 当时百经受益符 陈兴唐中千万轴 流落人间万无一 我从故府得百眉 后来刘长又将一些赠送宋代文学家欧阳修 欧阳修得之后也以诗相贺 并转赠两眉与宋代文学家梅瑶成 梅瑶成得辞职后 一面抱怨刘长没有赠给他职 一面又为从欧阳修处转获该职而喜悦 在伊韵和永书陈兴唐纸 达刘元父中说 怪其有志不记我 如此出语亦善辉 往年宫赠两大轴 于今爱惜不折开 文高莫庙宫第一 一用此纸传将来 在另一首永书记陈兴唐纸二俗诗中有说 昨朝人自东郡来 古纸两轴皆藤开 华如春冰密如简 把玩惊喜心徘徊 江南里市有国日 百经不许是一枚 陈兴唐纵唐纸 尽己扑写无法哀 欣喜之情异于言表 数年以后 宋代文学家宋敏球 得陈兴唐纸 并尊赠梅瑶辰 梅瑶辰又副诗 达宋学士赐道 济陈兴唐纸摆服 诗中说 寒息静处春夜月 敲冰举连云歌枝 备干奸华若扑玉 一幅百经 曾不宜 李主用以藏秘符 外人取刺不得亏 古纸金光肉里厚 五六年前五永书 赠予两轴金宝之 果不善书心美愧 君又何此百福疑 梅诗中 除感谢宋敏球之外 还念念不忘 五六年前欧阳修 也赠给他 陈兴唐纸的事 从以上诗中 使我们知道了 这些著名文人 对陈旨如何赞不绝口 也知道了 陈兴唐纸 具有的一些特点 如 华如春冰 蜜如简 古纸金光 肉里厚等等 同时 也使我们知道了 当时子宫们 藏旨的艰辛 如 从寒息静处春夜月 敲冰举连云歌枝中 可以想见 在寒冷的溪水中 浸泡楚皮 冲倒至江 要敲破冰层 才能举连钞纸的 劳苦情景 不仅刘 欧阳 梅 宋等人 得到陈兴唐纸 十分逼悦 苏氏获赠 陈兴唐纸 也是十分欣喜 他在赐运 宋赵慧 陈兴唐纸 二手中说 古纸无多 更风薄 字应给扎 奏心书 从文人们 对陈兴唐 古纸的 渴求与喜用 不仅使我们 看到了 文化用品 文房用具 与文人们的 密切关系 也使我们看到了 文房用具 对文化发展的 作用与意义 文高莫庙 功利一 一用词指 传将来 据记载 南唐遗留下较多的 陈兴唐纸 由于纸质精良 到了宋代 都一直被用来绘画 书写 与磨探 宋代著名画家 李公林 号 隆眠居士 艺术上 陈兴唐很高 于苏氏 王安石等 多有往来 据清代文学家 梁章俊 浪迹 从檀上技术 李隆眠 曾用 陈兴唐纸 以白描手法 做过 罗汉卷画卷 宋代 吉星克帖 皇室私家 此风皆盛 私家 如米符的 宝敬斋法帖 用的就是 陈兴唐纸 纳布被称为 法帖之祖的 皇室宝帖 纯化阁帖 也是用 陈兴唐纸 磨他的 此外 据说 由欧阳修 宋启等 修占的 新唐书等 编写时 也曾用 陈兴唐纸 由于 陈兴唐纸有名 宋元以后 直至清代 一直仿造不断 尊身巴肩上 就说 宋有 陈兴唐纸 屠龙 纸墨 笔宴尖上 也说 宋纸 有 陈兴唐纸 即将 远代 废柱撰写的 兼纸谱上说 于德之 属是云 陈兴唐纸 取理是 陈兴唐 样制也 盖表光之 所清脆 而今觉者 中等 则名曰 御水纸 最下者曰 冷金间 以共半时 这说明 宋代 元代 都有 取理是 陈兴唐纸 为样制 而制的 陈兴唐纸 根据 金献制 记载 直到 清代 嘉庆年间 当地 还有仿 陈兴唐纸的 跨兴纸的 生产 陈兴唐纸 是广地上 宣纸之高峰 是日后 真正宣纸 之薅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是广兴唐纸 是广兴唐纸 的 是广兴唐纸 宋代宣州地区的造纸业十分发达 造纸的原料和纸的品类大大增多 众多加工纸出现 纸坛呈现五彩斑斓 令人目眩的景象 以地名命名的纸友 灰纸、射纸、尺纸、衣穿穴、龙须纸、心安纸等等 按纸品命名的有 麦光、白华、冰液、凝霜、陈心堂、访陈心堂 金榜、画心、鹿王、白鹿、卷帘 静闸、垫闸、玉板、白鹰、金莲、唐衣纸、表纸、青光纸、七色、鱼心、立纸、水纸等等 引加工不同命名的纸友 蜡黄金纸、碧云春树间、龙凤印边三角内纸 印金团花、莲丝、卷棉纸、绽耳皮纸、白棉纸等等 据史料记载 宋代文学家范淳大 曾任四川治治时 当时灰池纸远消蜀地 虽然纸价高出当地近三倍 还是受到欢迎 蜀境地方官员为讨好上司 公函文书使用架高的灰纸、蜀纸 从这条有趣的记载中 也可看出灰纸、蜀纸、质地的精良 关于宣州地区所产纸品优良 宋代文学家王令 在一首词中也大为称赞 有钱莫买金 但买江东纸 江东纸白如春云 宋代宣州地区造纸技术确实高超 文房四谱上记载 以灰地区造纸 有长者可五十尺为义符 于长传中以静之 数十夫举昌与昌之 望义符以骨而截之 于是以大熏龙舟而备之 扶上于墙壁也 由是自守智慧 云薄如衣 这是在说如何利用长传 制造超大型纸张 超纸时 一人击鼓 统一号令 数十人同步进行 应是超大超长型纸 背杆时不能上墙壁风杆 而是用大型熏龙旋转背杆 这样可以使纸的厚度均匀一致 由此也可看出 当时纸公是何等聪慧 制出了如此巨幅之志 宋代宣州地区的纸 也大量用来刻印书籍 如南宋时 宣传刻印有 卸条的卸宣传籍 池州刻印有 由茂茂文选 灰州刻印有 朱熹的诗集传 吕祖谦的 黄巢文件 和著墓的 芳于盛兰文等 这说明 宣州地区的纸 在印刷书籍 传播文化等方面 也发挥有巨大的作用 在中国书画史上 元代是一个重要时期 以赵孟甫和四大家为代表的 元代绘画艺术 体现了中国画又一次创造性的发展 对以后明清两代书画艺术发展 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元代的绘画中 文人画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适合表现文人画家异性的山水画 大量涌现 他们在书画上 力追风韵超义 笔墨淋漓的风格 水墨艺术作品大为流行 显然 这些都需用优质画质来表现 著名画家王蒙曾经说 平生不用捐塑 唯于纸上写之 吴振作画没以加值 捐塑化绝少 赵孟甫存世的绘画书法作品 也大多为纸本 文化艺术的发展 推动了元代造纸业的发展 关于宣州地区出产的纸 元代一些文人也有营重 如元代文学家顾英的一首诗中就说 和军纪或衣穿雪 游带连衣卸月身 这是说 当时一线地方生产的纸 像雪色像月光一样的白结 另一位元代文学家 傅若金 有《新安江水清见底》 《水边坐纸明于水》的诗句 也是在说 当时宣州地区的纸质优异 已名于水了 由于宣州地区的纸质丘梁 元代在属地已有仿质者 元代的兼职谱上说 静年又仿质持法 做圣持职 元代宣州地区 雕刻印刷业也很兴旺 如刻印有 汉书著 后汉书 三国志等等 加之当时编修 普蝶之风盛行 这些都是社会 对纸的需求量增加 从而促使了 造纸业的繁荣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中国书画艺术史上 明代也是一个重要时期 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步稳定 文化艺术的繁荣 出现了一些以地区为中心的民江与流派 如以代晋为代表的这派 以沈州文哲明为首的无门派 以董奇昌为首的松江派 华亭派 苏松派 以及兰英的武林派等等 真是流派分成各县意态 在山水 人物 花鸟各种画科上 都有着全面巨大的发展 明初院体化多用水墨 捎带血液 中期的无门次家 尤其是沈州的浅降山水 及粗笔水墨的独特风格 发展了文人水墨血液化 对以后水墨与血液都有很大影响 明代后期董奇昌的水墨 深浅自然 浓淡分明 徐渭的话 更是水墨淋漓 泼墨纵横 明代书法也是陈旧斐然 除一些名画家本身也是大书法家外 还有三宋 二省 二钱 以及二章等名家 也是流派众多 风格迥异 明代绘画书法艺术的繁荣 尤其是水墨血液化的深情 促使发展中的宣纸完善 呼唤成熟的真正宣纸出现 现在人们所说的宣纸 或者说真正的宣纸 是指以青檀树皮为主要原料 以沙田稻草为主要配料 并主要以手工生产方式 生产出来的书画用纸 它的特点是 润而能润 光而不滑 保者门间 后者门库 色白如霜 久不变色 折而不伤 耐辅难住 它的突出特点是润墨性 石林毕莫录画中说 指则尽遂取之者 多无附加品 余素字不喜用 盖不爱莫 看来 在南宋已至元代 许多纸品还是不怎么授墨 尊申巴尖上说 男指尖薄 极易探墨 探字意思为识取 探墨即授墨之意 这说明 在明代南方 宣州地区的男指 已经明显具有授墨这种特性了 在明代宣指中 还有一种宣德指 明代思想家方以智 在物理小时上说 宣德纯清款 这种产于宣州地区 金县等地的棉指 为提指 宣德为明宣宗年号 陈清款为造职者 陈清六款 清代邓秘派 在武宫堂同盘上也说 宣指至薄能尖 至厚能富 尖色古光 闻早精细 宣指陈清款为第一 产于宣德年间的宣指 因为质量优异 曾经作为贡坚 品种也不少 清代扎盛行 在仁海记中说 定德指有贡坚 有棉料 编有宣德五年造 素心指印 又有白坚 打金坚 五色笋坚 金花五色坚 五色大莲坚 雌青坚 以晨清款为第一 明代生产的宣德贡坚 在制作技艺上较为精彩 明代还仿制了藏代薛涛间 宋代金丽山藏金间 这种仿制纸中 加云母粉 纸面露出光亮耀眼的颗粒 这是明代人的创新 明代 江苏苏州一代 有一种撒金间 也明入一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与制造宣纸的历史 唐氏宗普叙说 曹大三于宋末真壤之际 风碎似锦 壁万茫茫 由南陵之囚川 迁至金县小岭山区 其喜居十三宅 当时 应建刺系山州 无可根付 应移蔡伦树余后 以为生计 这是说 宋末曹大三必战乱来到小岭 并开始从事造纸业 在以后长期造纸过程中 曹市造纸世家 以及十三宅的子宫们 在以往宣州地区造成经验 与技术的基础上 逐步创造出宣纸 以后 有经明宣德年间直至明末 历时一个半世纪 已经制造出 至薄能尖 至厚能富 尖色古光 文藻精细的 优质的 可以说是 较成熟的宣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清代宣纸制造工艺 进一步改进 成为家喻户晓的名纸 各地造纸 大都就地取材 使用各种原料 制造的纸张 明目繁多 在纸的加工技术方面 如石胶 家帮 染色 涂腊 亚光 撒精 印花等工艺 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和创新 各种兼纸在此盛行起来 在质地上 推崇白纸地和淡雅的色纸地 色台以鲜明镜幕为主 庞西乾隆时期的粉蜡尖 如苗金银涂汉粉蜡尖 苗金云龙烤蜡尖 五彩描绘亚光蜡尖 印花涂绘染色花尖 三色纸上 采用粉彩加蜡亚光 再用泥金或泥银 画出各种涂汉 兼纸的制作在清代 已达到精美绝伦的程度 清朝尤其是初期 文化发达 艺术繁荣 绘画艺术继续圆明之势 文人画日益占据画坛主流 山水画盛极一时 水妙写艺画风鸣一世 画界分支繁衍 太细伶俐 在文人画创作思想的影响下 众多画家特意追求笔墨情绪 书发信仪移情绫续 清代书画家众多 画家如刺王 吴立 金陵八家 扬州八家 以及任国年 吴昌硕等 清代 也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称为书道中信 书法家如号称四大家的 温方刚 刘唐 梁同书 王文志等 他们几乎都是以宣旨作画作字 他们的绘画书法 笔法酣畅 气势磅礴 追求墨色淋漓 福彩鲜艳 这些都推动了宣旨的发展与提高 再有 清代刻书印书业的繁荣 也促进了宣旨业的发展 经以文艺作品为例 当时在辉州等地 以宣旨刻印的有 高明的琵琶记 张凤义的红符记 水浒泉传 辽斋志义等等 著名的《红楼梦》 早期只是抄本流传 秦乾隆五十六年 即五十七年 两次在辉州地区 用活字印刷 这就是有名的 陈甲本与陈仪本 在《红楼梦》第四十二回 甲宝玉 林黛玉 薛宝钗 甲西春等人 在议论描画大观园全图时 宝玉道 家里有雪浪纸 又大又脱墨 宝钗冷笑道 那雪浪纸 写字 画写一画 或是会山水的 画南宗山水 脱墨 尽得村染 这里提到的雪浪纸 就是一种宣纸 所说的脱墨 就是指宣纸的润墨性 雪浪纸 很适合会山水写一画 清代宣州地区的宣纸业 空前发展 清初的楚在文 在罗文指付中说 若夫精速群推 宗南西指 山伦伦而嗅促 水谷谷而青石 弥天古树 英莲同观之云 辖地处身 享入宣曹之礼 金玄则曾言四铺 惠真则孤村如市面上 这是说 当时金线的宣纸 为群纸之怪 品类众多 山市秀郡 水流清极 古树遮天 坑地的楚身 享受宣纯曹西乡里 精致的纸张 垒放四盐层 晾晒向瀑布 整首汇集的时日 偏僻的山村 像市集一样热闹 独霸处复 热闹非凡的藏纸景象 真是悦然至上了 宣州地区的藏纸业 直至清末 仍然很兴旺 宣城县制上 载有清代诗人 赵廷辉的一首诗 山里人家抵士忙 纷纷运食累心强 延熙只对吴廷熙 一片冲生汗西洋 从中也使我们领会到 当地葬职者 只对吴廷熙的勤劳景象 于冲汗西洋的动人场面 通过对明代宣纸取样化验 结果表明 全部为坛皮姜纤维 这就是说 明代制造宣纸的原料 为单一的清坛树皮 宣纸中加入稻草浆为配料 则是清代以后的事 看来宣纸的制造 有一个逐步发展过程 广义上说 若是指宣州地区生产的纸 那么这种宣纸 致迟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 若是指以清坛皮为主要原料 所制造的纸 那么这种纸 在明代宣州地区 金县小岭一带才开始出现 若是指以清坛皮为主要原料 沙田稻草为主要配料所制造的纸 即真正的宣纸 则要到清代才产生 经过长期的实践 艰辛的探索 中国古代劳动人民 不仅发明了造纸术 而且还创造了宣纸 宣纸的发明 是我国造纸科技史 和文化艺术史上的光荣与骄傲 也是对世界文化史的杰出贡献 文人与指的关系 紧密的程度是每个人都难以想象的 没有指 就没有文人流传到今的这么多优美文章 就没有这么多的历史文化得以继承 对中国古代文化有所了解的人 都知道晋朝时期的一个故事 这就是洛阳纸贵 近代文学家佐斯 小时候是个非常顽皮 不爱读书的孩子 父亲经常为这事发脾气 可是小佐斯仍然淘气得很 不肯好好学习 有一天 佐斯的父亲与朋友们聊天 朋友们羡慕 他有个聪明可爱的儿子 佐斯的父亲叹口气说 快别提他了 小儿佐斯的学习 还不如我小时候 看来没有多大的出息 说着 脸上流露出失望的神色 这一切都被小佐斯看到听到了 他非常难过 觉得自己不好好念书 确实很没出息 于是 暗暗下定决心 一定要刻苦学习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佐斯渐渐长大了 由于他坚持不懈地发愤读书 终于成为一位学识渊博的人 文章也写得非常好 他用一年的时间写成了奇都妇 显示他在文学方面的才华 为他成为杰出的文学家 奠定了基础 这以后 他又计划以三国时 魏 蜀 吴 首都的风土 人情 物产为内容 转型